好 长荣航空BR625航班一位美籍日益的机长被爆料 5月6号执行从纽约飞往安克拉制的班机前 验出酒测值达0.23 长荣航空让航班延误了三小时以上 持续安排这名外籍机场来坐酒测 直到第八次验得酒测值为零之后 让他继续执行航班飞到安克拉制 对此桃源市机师工会表示 长荣不只为了利益牺牲了飞安风险 也差别单于外籍跟国籍的组员 质疑长荣对民航局隐瞒此事 要求要调查跟惩署来带您听断工会说明 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 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如果今天在马路上 我们警察拦下了一位酒测 疑似酒测的驾驶 那么他打酒测值0.23 请问警察会让他测了八次 测了八次之后测到酒测值0 然后声称他已经没有酒测 再让他没有酒测值 让他可以继续的开车返家 当初一切都没有发生吗 其实工会也说 外籍机师首次验出数值0.23 时就已经明确违反了 航空系飞航作业的管理规则 对此长荣航空表示 已经对经手的相关当事人进行约谈 但在准备召开人评会讨论后续惩处时 当事人就已经自请离职 低调承认事件流程 确实未完全遵照标准的SOP 已经进行内部检讨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